二弟 你可回来了 你不是等我了 我不等你等谁啊 家里乱成这样 你倒好 一转眼人都不见了 嫂子 这事你不能怨我 现在这满村的人 都围着我打听消息 那就差呀 把我撕成八半了 我不骗你 这同样的话 我今天不知道 说了多少遍了 这还有人不信呢 硬说我这消息是假的 嫂子你说 这种事我能瞎编吗 这修武跟修贤 两条人命 可还在扬州呢 我找你来 就是为了 这两个孩子的事啊 嫂子 你说话 听了你说的那些 我也不敢抱太多希望 可咱们活不见人 死 志诚回南京的时候 跟我说过一次 他要去扬州看看 也不知去了没有 嫂子想求你 辛苦跑一趟南京 看看能不能 尽快找到志诚啊 这是咱们家的事 我责无旁贷啊 嫂子谢谢你了 可话又说回来了 给咱们家办事 我真是越来越心寒了 谁又得罪二弟了 除了我那个老爹 还能有谁啊 爹怎么了 甭提他了 为了咱谢家 为了修文修武 还有修宾 我这个叔叔 两肋茶刀无垂 这趟南京 嫂子你放心吧 明儿一早 我就走 好吧 娘 让我跟二叔一起去吧 还能有个照应 你给我回窝去 好好念念的书 去去 好让你书去 娘 这都什么时候了 国家都快完了 谁还念得下去书啊 国家的事娘管不了 你的事必须提娘的 现在给我回窝去 娘 回去 路上要小心点 行 放心吧 嫂子 这条路啊 我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闭了眼睛都能到 我知道 可如今兵荒马乱的 跟我们太平年间 是不一样的 你还是要小心点 知道吗 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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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汪水 支流二爷不用去了 咋了 志诚老爷回来了 志诚回来了 就他一个人吗 对 就他一个人 那他现在在哪儿 在祠堂 志诚 你接着说 没等我到扬州 城就破了 我等了两天 实在是进不了城 志情 李娘 你们一个个都走了 休无怪我没照看好 也跟您去 丧失情人的事 我一个人经历太多太多了 为了这个家 为了家里的男人 我不能再撒手不管了 仙头啊 都堵在了衙门大门口 谁都不敢进去啊 府堂衙门呢 那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进去的吗 这东西 以往从那门口过的 咱们大家啊 都得吃傲食走 现在可好了 小三 小三 来来来 哎呦 靳坦 您今儿这么得闲 我跟你说啊 厚谢太老爷和秀才爷 请你到祠堂去 哎呦 哦 秀才宫请我 走走走 你们听见没有 秀才宫请我 走走走 走吧 府堂大人真的跑了 回老爷话 这次是假三我亲眼所见 连牙翼都走得一个不胜了 不怕老爷您笑话 我还进了回大堂 做了回府堂大人的太师椅呢 荒唐 国家有难 这老百姓就不守规矩了 秀才宫 您知道我贾三是个守规矩的百姓 我之所以进府堂 就是想看看堂堂的朝廷命官 在国难当头 怎么一抬腿就跑了呢 行了 你别在意 葛温老爷说的不是你 你接着说你的 我接着说 我刚才说哪了 说到你坐上了府堂大人的太师椅 我正在府堂里拽营啊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清兵来啊 这下府堂里面啊 那跟炸了锅一样啊 就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了 我也跟着连滚带爬往外跑 你看一个人也没有 倒是一大群人围着山墙 再看考试啊 小的听一个人说啊 不日将就新官上任 晖州百姓当遵守法纪 听从治理 听说那个新官是满清朝太太汉人 汉人 这汉人怎么能做满清朝的官啊 你听谁说的 都这么说啊 还说啊 这位新官是前朝的大臣 小的就知道这些 到底真情如何 小的也不敢断言 不会吧 读书人身受夫子之教 大臣更是亲受新皇之恩的 怎么会出如此败类 那他这事你说 话也别这么说 有史以来 淫遇国难 败类 出的还少吗 祖德不休 难有金之不休 耻辱啊 青山横北山 白水绕山城 春草木 深为别人 无垮外眼泪 盼别鸟精兮 大臣更多了 天下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们 你们好啊 请问客人从哪里来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您要拜访哪一家 请问小哥 你是这村的哪一户的孩子 我就是这一家 这牌放表的就是我父母 你是修斌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你是跟着大娘长大的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大娘可好吗 你认识我大娘吗 认识 我就是来看你大娘的 修斌 你能带我去看你大娘吗 好啊 您请跟我来 客人请 请稍后带我进去通报大娘 客人怎么称呼 你就说有故人来访 他自会晓得 故人回来了 故人 回来了 嗯 大娘除了娘家人之外 再没有认识的人了 他从哪来的 他说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 那你先去把客人迎进来 我就来 修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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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怎么了阿珍 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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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了 疼 致下 小心 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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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嫂 你还活着 活着 你真的还活着 不还活着 嫂嫂 活着 忍香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草嫂 兄弟少爷 快救爹 快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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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就在咱们家呢 只是像 还活着 是啊 老天爷 这是怎么回事 太老爷 这边 这边 快 太老爷 小心点 小心点 老爷 小心点 只像老爷回来了 只像老爷 只像老爷回来了 只像老爷回来了 爹 不小儿只想拜见爹的 想 是我儿只想回来了 爹 是我 我是相儿 不小儿回来看你了 族上有得 族上有得 我儿终于回来 全阳长 族上有得 只像啊 快跟爹 一块 到寺堂拜祖去 相儿遵命 走走走 走走 都说是好了 就好了 夫人 你再看看 还缺点什么不 你再去弄些艾草来 把屋子熏一熏 好 好 小儿只像先以汉林之身 受命于危难 不幸枉于两军阵前 悠游数年 已为阴阳永阁 不料想今日里清空霹雳 云开勿散 我家志相回来 乌乎祖德之盟 家门永赖 死而复生 两世再见 不亦其在 实为姓也 焚香告绩 夫妻上响 不云 志相 这是你原来的房间 还记得吧 我考修材的头天晚上 嫂嫂就是在这儿 陪我睡了一宿 直到我睡着 从来以后 嫂子就再也不跟志相睡了 还记得赖嫂嫂被窝的事啊 都多少年了 忘不了啊 嫂嫂 这些事你也忘不了吧 那时候 你还没修兵大 我们一家人 还整整齐集的 这转眼间 除了老的小的 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怎么都没想到 你还能回来 也不敢相信 就跟做梦一样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 我今生 还能再见嫂嫂一面 我在战场受伤 被抓后 关在大牢里 无数次梦见咱们这个家 这间房子 但我梦见最多的 还是嫂嫂 嫂嫂来安慰我 给我盖被子 为我唱童谣 要是没有这些温暖的回忆 指向是绝对熬不到今天的 快跟我说说 这么些年 你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谁能熬得过来 嫂嫂 你再仔细看看 我还是以前那个指向 看着 是见老了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分 无处化其量 嫂子 以前那个指向已经死了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 已是在世为人了 好 志成兄 志下兄弟 请 爹 各位兄 他们来了 爷爷 爹 各位叔 三爷 是这样 眼下国家蒙难 人心惶惶 父母官都跑了 怎么办 咱们也没地儿跑 也不能跑 祖业啊 咱们的根就在这儿 所以啊 我们各位祖老商量决定 有你们俩 来做咱们谢家的主事人 带领大家 共进共退 能让咱们谢家 度过这一难 爷爷的话我赞同 眼前这种局面 咱们谢家 的确需要有人出来 带领族人共渡难关 不过 我只是一个商人 这些年又很少在家 恐怕难服众望啊 志成 不要在这里做好人 这是谦让的时候吗 二叔啊 我 志成啊 即日堂义 虽谈不上是临危受命 但对我前后两谢 却都是息息相关的 如今 国难当头 我们前后谢 平日纵有不和 但此时也应 摒济前贤 共赴为难哪 这也是我们前谢的意愿 至于统领之职 志成 我看你就不要推辞了啊 葛文叔 我不是谦让 我的意思是 志向他在朝做过官 见过世面 这统领一事 不如就交给他一个人来做 我呢 就做一些协助乡礼之事 晚辈非常感谢各位长辈的厚爱 但志向此番回来 既不是先朝的汉礼 更不是什么兵部侍郎 也不是各位心目中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一甲状元 村口的牌坊还立着 足以证明 当年的那个志向已经死了 今天的谢志向 已非往昔之谢志向 如今的我是名不正言不顺 已经没有资格再担此重任了 志向 你爹刚说完至成 你怎么又来了 这事不是谦让的时候 就这么定了 现在我们想听听你们对时局的看法 和目前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三叔所言极是啊 我们这些老朽干不了什么大事了 在你们后边啊 给你们坐坐镇还行 夫人昨晚一宿没合眼吧 是啊 跟志向说话一说说到天亮 躺下之后啊 就再也睡不着了 昨天晚上我们也高兴得不行 望水他一夜不停地说话 害得我们也没法睡 你们都说些什么呀 他还能说什么 还不是随志向老爷出征那档事 要我说啊 老爷若不是闻起心下凡 要不是有上天保佑 绝不会还能活着回来的 是难以相信啊 现在想起来 除了惊喜 还为修兵他娘感到惋惜了 当时他要是能熬过来 我这个弟妹啊 就是太要强了 我们女人嘛 男人要是壮烈死的 大多都会跟着去的 阿朕 你看我这阵子忙的 把你的终身大事给忘了 你没有怪我吧 秀逸杰 阿朕命中注定是要陪你一辈子的 我也愿意陪你一辈子 你看这些年 你为了家里的事 不是把自己的大事也给忘了吗 我还会有什么大事 至亲老爷都走了这么久了 大家都说 你该和至成老爷在一起了 胡说些什么 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我们的孩子都快成亲了 我们再不在一起啊 不重要 倒是你的事 我该好好想想了 说到局势 晚辈在北边亲眼目睹了满清大军 这些事 对此事恐怕早有预料 只是此事难以启齿 说出来更加令人悲痛欲绝 可日子总得过下去 晚辈非常赞同刚才三爷讲的话 咱们的父母官跑了 咱们可没地跑 也不能跑 因为咱们的根基在这儿 跑是不能跑了 可是说话清京就来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 清京来了 来他的 咱们还得照样过日子 志教 你这话说得到清京 恐怕在座的诸位 谁都没有见过马辈子 由此可见 大家对于清朝和清兵的了解 基本上都来自道庭图书 这里面以讹传讹的东西 恐怕就不止一点半点了 晚辈在北边待了好几年 对清兵多少了解 今天就由晚辈 给各位长辈说说这满清朝吧 爷爷爷 请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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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来找我的 爹 儿子还有些事情 要先走几日 过些天再来看你 爹 儿子还有些事情 站住 谢知相 你跟我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再走 爹 儿子现在是大清皇上 亲派的晖州知府 麻烦你转告乡亲 就说不用怕 日子照样过 我保证和从前一样 爷爷 我爹怎么跟他们走了 爹 老爷 您怎么了 老爷 爹 您消消气 咱们先回家吧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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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走吧 爹 爹 您一天没吃东西了 媳妇给您煮碗粥吧 爹 现在出了这种事 媳妇也很为难 不知道该如何劝您 家门不幸啊 可现在说什么 也不能让事情再变回去了 我知道您心里堵的话 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咱们奈何不了的 爹 您好歹说句话吧 骂也好 喊也好 要不您就摔摔东西 别让难受堵在心里啊 爹 爹 你干什么呀 爹 爹 你干什么 爹 我求你了 你不要这样 要打打我好了都怪我 怪我没把志向带好脚好 是我辜负了爹 辜负了奶奶 我求你了 爹 爹 我求你不要这样了 爹 我写个文 一生好情 道道乱落得如此下垂 老天爷对我不公啊 为什么不让我早死 为什么 爹 这回知道丢人了躲起来了 他躲得了吗 知府的大印象 红红白白印着他谢之相的名字呢 这回咱们谢家在一捕六线 算是出了大名了 行了行了 二叔 这事就别再提了 咱们还是想想眼下该怎么办吧 你怎么还向着他们啊 志成 总得分个时候吧 我们清清白白一个谢家 受了他们多大的牵累啊 人家外面 可不管你是前谢还是后谢 人家戳的是你整个的谢家 最后两句话 算是说对了 咱们两家 关起门来 有些事情 是要分得一清二楚 把门一开 那就是一家 一个祖宗 一份祖业 亦荣俱荣 亦损损 亦损损 志成啊 去 请你搁文书来 就说我们共商对策 爹 你找他来还有什么用啊 爷爷 我这就去 去 爹 你找他商了什么对策 志成 你来得正好 你帮我劝劝他老人家 那天从村口回来 都好几天了话也不说 整天呆呆的 这么下去 非别出个好歹来不可呀 也难怪 志向这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了 真是谁也想不到啊 我爹要强了一辈子 尤其是明节上的事 历来看得比性命还重要 志成 志向这事你怎么看呢 我只是觉得可惜啊 想必志向兄弟一定受了不少苦 也许有许多不得已 但是 他这样活着回来 总归不是见光彩的事情 来 爹 志成来看您了 格温叔 格温叔 爹 格温叔 我爹不在 他会去哪儿啊 赶快去找吧 这种急过眼上大意不对啊 好 老爷 你慢点 慢点 老爷 您不是要进祠堂了 进不去了 已经无言在见列祖列宗了 列祖列宗啊 老爷 老爷 您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呀 您是一家之主又是一族之长 前些牢牢收收几百头子 都只望着您哪 您来 尽快得罪啊求求您啦 来人哪 来人哪 快来人哪 来人哪 尽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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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辈子 你一辈子忠心耿耿 从来不在我这儿说半个不在 如今老爷演变全是 无言去见祖祖 你 你就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吗 哎呀 老爷不行啊 来人哪 来人哪 老爷 跟我说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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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来人哪 老爷 老爷 求求你了老爷 你不能这么多呀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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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回家吧 老爷 老爷 爹 您可不能再这样了 只像这件事 不光您一个人不光彩呀 我们一家 我们前线 整个谢镇都不光彩 可日子还是要过呀 您是我们前线的主心骨 大家都等着您 等着您拿主意 您可倒好 媳妇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您这么撒手不管 那才对不起列祖列宗啊 绣兵 来 陪陪爷爷 来 爷爷 别生气 我爹不好 我不认他做爹了 绣兵长大了 不学他 学修武 修贤阁 做男子和大丈夫 不让爷爷伤心 好日子 好日子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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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王水 村里一群后生 要砸至乡老爷的 恩德牌坊 站住 又出什么事了 村里一群后生 要砸至乡老爷的 恩德牌坊 带走的是修文少爷 修文 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我拦来着 他就拿棍子抡我 回来 让他们拆 拆得好 爹爹 那我也去 兄弟 别去 回来呀 兄弟 兄弟少爷 少爷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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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跟娘顶到底是不是 娘让齐来 儿子是起来 娘不让齐 儿子跪着就胜 娘为什么要罚你跪 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儿子不明白 死将 跟你爹一样 先说你拆这牌坊吧 这牌坊是你志相叔一个人的吗 上面还有你婶婶的一半呢 就这么给拆了 你对得起你婶婶吗 谢志相不是我叔 娘以后也不要再跟我提起她 至于我婶婶 儿子相信 倘若婶婶地下有知 她一定会赞同我们的举动的 谢志相这种人 她不配做婶婶的丈夫 婶婶 也不会愿意把自己的名字 跟这种人刻在一起 就你懂 就知道成衣时之快 后果响了吗 什么后果 牌坊拆了 你们痛快了 可下次你志相叔来不见了牌坊 他就少了一层顾虑了 谢家的败类 我不信他还敢来 他敢来我就 你就什么 你还想干什么 我 说呀 秀文 娘不是不懂是非的人 志相他变成这样 娘也是伤心痛了 善恶有报 那是菩萨神明的事情 你可千万不能去做傻事啊 秀文他一去不回头 娘也不敢再抱什么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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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谢家可就剩下你和修兵两个人了 可就剩下你和修兵两个人了 修兵受伤了 修兵 在哪儿啊 在这儿 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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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太监我去 修兵 慢点 夫人在等您呢 快点 好 志成 哥 修兵 帝 想不到你还能活着回来 修兵为了护我被砍了一刀 可就这样还是没躲过 最好只好跳到江里 就在快不行的时候 把一个打鱼得给救了 要不是修武把我跟他绑在了一起 我一定死在江里了 秀云 往后怎么办 依我的想法 孩子们逃回来的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咱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这样 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我想 不管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 家里人多眼杂 万一有了疏落就能传出去 不如先给他们找个地方躲一躲 也好让他们俩安心养伤啊 主意是不错 可躲哪儿呢 太远了我不放心哪 书院怎么样 夜下这情形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脚 平时也没人往那儿去 嗯 行 是不是遇迟人那我去了 嗯 志成 那个替发令到底怎么回事 这跟志向又有多大关联啊 这事啊 志向替他们颁这个令 把所有的汉人 连他们的仙人都得罪了 那天晚上他还跟我说 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志向了 没想到他真的不是了 我也没想到 咱们谢家便捷的偏偏是他 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 我不相信 夫人 夫人 怎么样 都安置好了夫人 志成老爷再打点一切 他让我告诉您 请您尽管放心 这事就你和爱真两个人知道 忘睡 嘴巴可要严实点啊 夫人放心吧 这事我连我爹也不告诉你 还有件事 你帮我个忙 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我要你去府城一趟 去见志向帮我传个话 志 我想过了 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办 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又服侍他这么多年 虽然他现在投了清朝 但是我想 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9人 7人 4人 6人 6人 感谢观看